啊 这一波 兰博小马 侧面 小海补枪好快 兰博这波直接裂了 他这上来一个侧身没打掉 得分的一个数据情况 CTG是拿了就8.6分 New Happy是8.5分 DDT是7.5分 老游泳了 然后天马进入到屁杆里面去找船 这边CTG和RBS好像是有一个控装 泡泡出手 封倒了一个 这边是泡泡一个人 这就是不走了 但这是个686啊 小虎要被补了 Oh no 这波补了之后CTG的全员在一到位 反而变成了CTG 等了很久 这是养鸡场加油站站好了 好 先回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况 雷破点了 一楼 这一波架住了 Juju也被打掉 那这一波CTG成功拿下了RBS 在今天的第一局没有拿到分数 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这是个很强的技术好了 是的 这波扫车成功了接下两个 没有想到把这个车车反切回来了 被接了 这就是老六的枪法 这个Barry扫车的基本功 还是要比较高的 小鹏炮队出来的人 拿着大炮架枪确实无敌 因为刚蓝波是被这个TMA打了嘛 所以指挥是很快能提高一个队伍上线的一个这个角色 对的 但现在整体GFI这个阵容组变起来的 也是不容易踩不住啊 没找到 这个位置刚好有个小阴影看到了 直接秒掉没问题 再过西桥 过了西桥还能拿咖啡楼位置还不错 下一阶段圈行就是往这个方向切的 诶 悟空不合吗 这波扫车要开始了 XCG全部挤在一起 车上护蚁了一波 这波KID带走的高的V 龙仔也被小左打下来了 XCG先落位 VM永远踩了一个小高点 先打了黑猪 近年还可以继续丢雷 对手的位置是被压制的 来零其后来没有造成他 但原点有枪线 永远的雷是把黑猪补掉 枪再打一个 这边大仓配偶撞过来 悟空没有第一时间会合 还想接一波 FLYING也只能开车 先跟队友会合了 悟空是真的贪啊 对这波我感觉怎么都该合了 他想接车刚刚 哇FLYING还掉了 哇学亏 另外一侧 匆匆108 看到雷母的车辆打成一丝啊 好险 这波骄阳还是补上枪先把人给带走了 SKS 在篮圈里面开了开枪打 这摩托也太危险了吧 是的 特别是这种转移路上车辆互移的时候 不是太近了 嗯 这直接进坑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刚打完 其实FLYING是旺啊 看到一辆冒烟的车 知道有信息这第一身没有打下来 今天又一个打了一个降服 幸好这波队友的补偿很快 哇 New Happy这波机会找得太好了 但是倒人了 DT会来吗 DT也来了吗 DT往北绕了 没进 Nindia绕了一圈 觉得可以打 Nindia又去了 如果说有吊人信息的话 这个坑是可以撞的 扣得快跑 来了 这位置对手人有点多 后脑勺 拿一分 给New Happy缓解了一些压力 但New Happy还是被打掉 是的 这位置真的太自闭了 是 主要是刚刚那波调人是已知的信息 这个坑是可撞 该收的分就要收的 天天就在下面趴着 哇 一发手雷天天倒了 FLYING BOY 最后一个在烟雾弹里 Spiceman有没有判断得到 这个反驳往后爬 哦 打中了一枪栏杆 爬到这个反坡 No 但是血量太残了 要起烟救 那队友顶下来了 Spiceman下来了 扣得没法救了 WAMA和Spiceman两个人要打一波协同 然后去把小圈给清掉 后背XCG打 这个坑 四中二 来了 跌到脸前 这一手先被打了下来 这个高打地 又接一个速九 还有两个 这边底坡的视野并不是很好 这后面的枪线太难受了 一颗雷就扔在自己的身边 一打一 五弟弟还上不了车 厕所里面的人解决不了 中间的过点需要封烟 Pero直接出来炫驾 厕所里还有一个 看了看 在烟 还是被给了一枪 Omega被淘汰了 这样小组可以扶起来 天鹿兜兜转转转 天鹿兜兜转转 好 萨萨的一个补枪 侧面预约可以直接拉位置了 但天鹿来了 匆匆被补了 是的 天鹿那个 崔萧他们观望很长的时间 这波如果打成两方聚败的话 天鹿大跟头拉过来收分的 打完之后 成为西部的唯一洛特的王者 被闪了 高打第一 有时也有时 不过好在玉的血量更健康 但天鹿来圈了 是的 心情是吃足了的 DDT大白楼也出现了问题 腿桥带着手雷就来了位置 稍远了一丢丢 但这个点位可拉起来 主要是让对手听不到声音 哇 这一发空爆配上枪 小九居然是一把SKA 赶紧换枪 八个盒子随便换 画面给到大白楼 换了把喷子 要丢一个道具 好 拉出来 再跟 啊 小左 把门给关了 回不去了 两门全被Peyro给拿了 是的 Peyro刚还在想说这两分 我buff减伤减一 吓人吓人 哦 这边添buff Peyro出手了 AZ 不好出发 这个锅碟 又打了一个七七 这冲不进去的 崔潇倒是开车 拉到了那个马路反坡 不过位置也是被AZ发现了 一直把水球给打掉了 还剩一个小九 小九位置锁定 这波反击掉了长龙 有队友能下 没关系 能下 小九动不了了 位置被锁死 一颗雷就结束 一颗雷 掏出了刚刚舔的手雷 轻松 四个人 舔空头 他又接管了天霸的 那个物资和装队 天霸都没机会丢雷 操作一点 这个雷还没有造成倒地 再来石头后的人 没有被烧倒 但是阿桶目的可雷 木子里倒了 这是GFI吹响反攻的号角的机会 不过枪线的角度 还CTG更好一点 再加上Pero 远点枪线的影响 打两个了 打两个了 强子 一打一 夹住出烟线 夹位置 他知道人就在脸前 打个能量 最后一波看能不能 多拿一些分数 Pero想把自己兜里面的雷 全部丢掉 不浪费 他好多雷 他估计都兜不住了 强子最终一颗雷 是把GFI淘汰掉 但自己 头上来了一堆猛男 打了一个有补枪 伯良被发现了 你看Pero这个雷 人均六颗 能不能有机会了 能打赢就还能打 小凯先秒一个 但自己的血量也距低 小明还能侧面补雷 这样伯良被架住了 伯良房子里面出不了 正面三打一 哇这个雷 闪人脸啊 位置发现了 又打一个三打一了 伯良被架子死死 恭喜Pero 是 东西又多 巨爽 他打到GF圈还是五颗雷 这谁能想到 打RUNK都没这么说 你在对比下前几天那个比赛 人家打到最后就是什么几颗子弹 我来想要对一对 好最后靠雷解决了 又是 又是